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還沒有報到的就記得到門口報到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玩一個叫做隨機抽獎 OK 好 大家還沒有Campdown 心情還沒有沉澱 剛剛吃完午飯嗎 很想睡覺 今天主任不會來 主任不在 是嗎 所以 好 大家都很期待我們停了很久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下個月還會有一次 12月我們沒有教室所以沒有辦法 那今年大家就知道我們後來不是跑來這邊排隊嗎 就我本來只要登記新年那一天 後來想要既然來就把明年 就整年的都把它訂下來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再網上公布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現在生活資訊加油站 這位大家知道吧 他沒有帶名牌等一下可以趕出去 他是我們的社長 他是我們的社長 那門口那位也是我們的理事之一 他現在是幫我們做這個註冊 他是我們的廟華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今天會講兩個主題對不對 一個講的是iPad但是我們等一下先講的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然後終於再加iPad再加一個輕鬆一點的 那第一個是什麼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對這是由我們社長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等一下他會告訴你們我就不要講這個東西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然後第二個我們才講iPad OK 最後呢我會幫你們跟你講一下 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還有最近發生的事情的一些update 然後我怎麼去對付他這樣子 好不好 這現在歡迎我們的社長 那我們現在要歡迎我們的社長 好 要幫忙嗎 這也吵拿他抽餐單 那你睡到嗎 前面要不要稍微快捱一點點 我們這個社團的宗旨呢 就是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比較知識性的 對大家好像有點益處的東西 不牽涉到商業也不牽涉到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主題呢 來的也相當突然 大概幾天前我們才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會想到這幾天才分享到這些東西呢 因為剛才那個 活動組 他說我們今天的主題裡面 有包括講一些iPad 我想大家對那個當然是很有興趣 但是呢另外一個最後一個項目 他要跟大家講的是好像是 叫做什麼做檸檬鹽是不是 做檸檬鹽 因為他要做檸檬鹽呢 他做檸檬鹽 所以他就去那個去採檸檬 那我們有一個resources 我們的resources就是我弟弟家 我弟弟不曉得大家可能有人看過他 因為他去年年初的時候 來分享他的那個森林的管理 他這邊有一片森林在西雅圖 那他在這邊呢他家裡面 他的院子也是很大 他那個院子裡面呢他有 他種的 他那個院子他原來那一帶地區 全部都是那個種檸檬樹的 我們家住那一大片地區 全部是種檸檬樹 我們住在Claramont 那裡面是種檸檬樹的果園 他那個他住的那個房子呢 就是原來的那個 一大片果園的那個屋主 但是那屋主呢經過一代兩代以後呢 不曉得小孩子就把他分割賣掉 分割賣掉 所以他那個地方是原來屋主樹的地方 原來屋主樹的地方呢 就有很多檸檬樹 在檸檬的時候呢 他一看到我們走到地上呢 就踩到地上很多那個感染 那感染呢 一看到感染呢 現在正是有些已經變黑了 有些還沒有變黑 那他想說這個題目也很好啊 所以呢 我們就很衝觸的很倉促的 就是說要決定 這就是一個主題 那所以我今天呢 跟大家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閒談感染 所以這個如果有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小主題呢 我們這個閒談感染 你們要唱感染樹的歌嗎 你看看 你看看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想到感染的時候 我想到什麼 那馬上有人想到感染樹對不對 想到感染有 好還有人想到什麼 我馬上想到一個 是個 Olive Garden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橄欖油 橄欖油對不對 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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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的 還有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看 你看啊 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我都穿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橄欖油 對 我這個 平常在家裡面 天氣稍微涼涼 我就穿這個 你看這件衣服 這個顏色蠻好的對不對 藍牙齒 把他當麻糬 這橄欖這個東西呢 我們 尤其是我們 中國人 我們這 常常會有點confusion 就是搞不清楚 橄欖油 但是我們從小 我們知道的橄欖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密件 對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呢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會 就是搞混 那這個 我們中國 我們知道的這個橄欖 就是我們小的時候 也許你知道的那個 醃漬的橄欖 對 那我們有這個 廣東朋友 他們知道的橄欖 可能還有另外一點的差別 所以我們先看看 我們知道的橄欖 中國的橄欖 我們先不講這個外國的橄欖 中國的橄欖 到底是什麼樣的橄欖 如果把它分類的話呢 還有兩種 一種是叫做白藍 一種叫烏藍 所以廣東朋友呢 他知道的可能就是講 知道的就是烏藍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講一般的白藍這個橄欖 我們這個知道是 醃漬的這個橄欖 這個東西也是歷史悠久 歷史很長遠 那你如果說 要看古時候有記載的話呢 大概從漢朝就有記載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淵遠流長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當然我們今天主要講的 這個外國的橄欖 當然也是個好東西 歷史上很少就有記載 那這種橄欖呢 我們先講這個白藍吧 就是我們講這個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橄欖 我們常常吃 可以吃這個生吃的橄欖 這個橄欖呢 它大部分種植的地方 都在就在南方 主要呢 中國的產地呢 就在福建 台灣也有 廣東也有 那這種橄欖它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呢 但是呢 一般做醃製 那它生吃的時候呢 那個 我是沒有生吃過 因為但是我們吃到 都是醃製的橄欖 據說呢這個生吃的橄欖呢 是有一點澀 是有點澀 你吃過嗎 生的橄欖 很苦 據說是這樣 一口雅拉雞是澀的 但是呢 吃完以後就會回甘 回甘以後有一個香味 那這種香味呢 很特別 所以呢 它這種特別的橄欖呢 這橄欖是不是這麼特別呢 所以它有很多名字 那一般來 記載呢 有人叫它叫清國 清這清國 也有人叫它叫 這是它 因為它這個特色呢 有人叫它叫中國 就是中心的中 或者叫建國 建國就是忠臣向皇帝建言 那個 言之邊那個建國 那它是中國建國的來源呢 就在於 就是說因為它 它就像你建言一樣 聽的時候不好聽 但是呢 這個是 對我 對這個是 是一個金玉良言 常常就是這樣子 忠言逆耳 吃了以後回甘 那它的好處有很多 例如說你吃了以後 一般 你可以想像到 我看了 我看了這個 這個網上的記載 他說 他說吃了以後會 會什麼 會生金 金就是添淨的金 生金 那當然了 這麼吃了你吃下去 我剛吃了 當然會生育 但是它也會這個 也會這個 譬如說 有很多 中藥上有很多好處 那我們小時候都吃過這個 很多醃製的 那醃製的呢 很常見的就是 用甘草醃製 也填寫 那這個東西都是 基本上是好東西 所以呢 不是吃很多 你這個 吃這些東西 對身體大概一定是 也是有移除沒有害除沒有問題 那有些 不是做醃製甘蘭 我們也吃過就是它 它把甘蘭把它切成 都是已經去掉裡面的核了 去掉裡面的核呢 那更好吃對不對 那個全部都是 都是甘蘭肉的 那這是這樣的甘蘭 那廣東人一般常見的 這甘蘭 就是烏蘭 烏蘭也是一個好東西 那烏蘭呢 跟青蘭不一樣 這個 我們這個青果 就是我們一般吃的 白蘭長的青果 青果它一直都是青色 它到熟了也是青色 但是那個烏蘭就不一樣 烏蘭它那個 它那個長出來以後 長熟了以後呢 它是黑色 它是黑色 那這個 這烏蘭呢 它也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那 我想呢 我講這個東西呢 我們這邊有幾位 除了你們說 我們廣東老鄉 還有沒有廣東人 有廣東人對不對 那我 那我 對 我們有幾個 我們廣東老鄉 我們講這個烏蘭呢 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般人大概都知道的 要年紀夠了才知道 我們講我們這些 我們年紀都夠了 我們才知道 但是現在年輕人 他們根本不知道 那烏蘭呢 它把它的烏蘭做成那個 叫做烏蘭的角 角是那羊角的角 那烏蘭那個 烏蘭的角呢 它就是它的果肉 那東西呢 特別的就是怎麼樣 做菜很好吃 那 蛤 蛤 對啊 就是來 來這個 來這個 文魚對不對 來那個 針魚 或者是什麼的 我還是 我最近 我就吃過那麼一次 還是最近吃的 印象非常深刻 最近是在那個 888海鮮酒家呢 有一個場合裡面呢 他們就針魚 我是 我是從來沒有吃過 只聽過 也常常看人家寫文章寫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看那個世界日報呢 有一個小 有一個小板呢 都是那個 香港的那個 就是他們寫的 寫的那些東西 裡面過去呢 我以為我看了那麼 十幾二十年呢 過去呢有幾位呢 他們是 都是美食家 他們是喜歡吃東西的 他們常會寫一些東西 那因為我常常看 我就知道有這種東西 但是呢 那天吃了以後 偶然一看看到 突然 恍然大悟 這個就不是 傳說中的那個 藍角嗎 這個 果然是這樣的 他 他做菜的時候 味道特別 狗 為什麼呢 他這個烏蘭呢 要吃的話呢 烏蘭跟那個 我們吃這個白蘭 這個青果不一樣 青果是可以吃的 雖然是澀 但是可以吃的 就是不能直接吃的 那個恐怕就是 射到一個地步 就不能直接吃 那所以呢 他一定要經過 他做法呢 先要經過煮熟 煮熟了以後呢 還有醃漬 所以他有鹹味 他有鹹味 所以他本身呢 鹹味加上 他本身裡面 含了一點點油 我們中國的這個 橄欖呢 不管是白果 白蘭青蘭 烏蘭呢 他裡面的含油量 都是油 但是不像這個 外國人這個 只有那麼多 他本身的鹽味加點 他特殊的油味 特別芳香味道 就特別有味道 所以這講到烏蘭 那這個烏蘭呢 還有一個好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個烏蘭呢 你如果說把 把那個裡面的殼 把肉去掉 看裡面的烏蘭的懶人 那烏蘭的懶人呢 那真的是像橄欖球 懶人呢 我們像橄欖球對不對 懶河不是叫的 他的河 他的河是像橄欖球 所以我想我們中國人 說是橄欖球 橄欖球那個 英文也不是翻譯 也不是翻 英文說橄欖球 也跟橄欖沒有關係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橄欖球 完全是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的翻譯 我們翻譯成橄欖球 所以那橄欖球呢 是跟這個烏蘭的核是很像 或者跟核很像 他這個烏蘭的核呢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他可以做雕刻 那這個如果 我聽說呢在故宮 我聽說在故宮裡面呢 有這個蘭河的那個核雕 那這個核雕呢 做得非常精細 現在人做核雕當然容易多 因為他是用那個 用電的工具做的 可是你在博物館裡面 攢滿出來的 都是古時候 他們就是用工具這樣刻出來的 那核非常硬 所以大概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可能是在明朝 宣德是明朝對不對 宣德年有一個工匠 他可以在那個核裡面 可以雕六個娃娃在裡面 那這個 他的工藝當然是非常的精湛 所以那是烏蘭 烏蘭的我剛才講核 還有好東西 那核裡面的那個人 就是核裡面那個人 是可以吃的 也是個好東西 那這個好東西呢 怎麼說呢 我們過去傳統講的這個 五人月嶺 五人月嶺裡面 有沒有人知道 那五人是什麼 當然每一個定義很多 那個 定義很多 其中在過去傳統裡面 有一樣就是叫做藍人 藍人就是這個烏蘭裡面的那個 譬如說 藍人啊那個傳統的東西 烏蘭的人 還有松子 松果的松子 對 這兩個現在好東西 現在呢 大概就因為貴了 所以大家用別的東西代替了 這個還有什麼 什麼瓜子啊 芝麻啊 芝麻還有什麼 就是反正就是 反正湊成五樣 也許超過五樣 這也是好東西 所以講了這麼多呢 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說 我們講的感染 一般講的這個感染 我們常常過去認識的 是中國的感染 那你如果在 我說中國感染 外國感染不一樣 那中國的感染呢 它英文真的就叫Chinese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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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 可以拿嗎 可以拿嗎 可以拿 拿沒有用嗎 可以拿沒有用 反正給大家看 怎麼大家看 一日大兩遊 不一樣 那這個 這個 所以 我們 我們 這個 中國的感染呢 是Chinese Olive 那外國的感染有一個名字呢 我念不出來 那個 看樣子呢 它是一個拉丁文 拉丁文是一個 看樣子呢 叫做 Olea 後面叫做 看起來 叫 Europe 或者Europe 那聽起來是歐洲對不對 所以 看起來應該 它那個講的是歐洲感染 所以它感染是分類不同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今天很多要講這個是 我們現在我們知道美國我們這邊的感染 但是呢 你要知道說我們中國感染 我一點都沒有說是中國感染 中國本來非常好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 用出很多 我們對也是好東西 我們也喜歡從小都知道這些東西 那 那個 所以呢 那個現在 我先講清楚 這個中國感染 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沒有啦 序講完了 沒有啦序講完了 現在看圖片 等一下 還沒有啊 還沒有 好 我幫你移到那個位置 好 那 那這個 另外這個 這個 這個感染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感染樹的感染 那 那這個 這個感染呢 也是一樣 這個 這個也是遠遠流長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那 你知道我們中國的特性就是 外國的東西沒關係 只要是好 我們都 都接受得了 確實這個是一個好東西 這東西呢 它 它在 記載甚至是比我們中國還要再早一點 有人說在這個 甚至西元前 三千多年前 但是問題是 外國人的歷史 沒有這個 像我們中國有這個 記載的歷史 我們中國有記載的歷史呢 這個恐怕是沒有 全世界大概是 應該是最長的 我們中國 最令我們 驕傲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 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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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有這二十四史 從古一直寄 寄到寄到明朝 你可以 所有的歷史報告都寄在這裡面 當初呢 尼克森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那 所送給他的禮物呢 就是一整套 這個二十四史 你有空先去那個 那個尼克森博物館 尼克森 Library 在尤巴 尤巴倫德 對不對 在那邊 那我當然去很多年了 最近他又重新翻修 是不是又上了新聞 你繼續去看裡面 那當初我去看的時候呢 他就擺了那套禮物 二十四史擺在裡面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中國人呢 有記載的歷史 並不是說 他們說三千多年 是 他們說三千多年 以前就有這個阿倫 那 記載的比較詳細的呢 就是 就在 我覺得 這個聖經裡面 這個 基督教聖經裡面 記載的是 很多提到這個阿倫 提到這個阿倫 提到這個阿倫 那這個 有很多特別的記載 那其他地方的那個 這是我們所熟知的 就是因為他 如果說你去讀這些聖經的話 不管你是信徒 非信徒 你看到很多的記載 那 所以呢 它是聖經裡面 記載裡面的 其中的 常常提到的 水果裡面的一種 如果我們現在想到說 聖經時代的水果 叫這個 叫做biblical fruit 這biblical fruit 有哪幾種 聖經裡面常提到 所以我講到水果 這個是水果 別搞錯 這是水果 五花果 五花果是一個 apple 他想當的蠔 那真的還要多加醬 胡桃 胡桃 橄欖 橄欖 這橄欖 所以呢 我來的時候 我是想到這三種 聖經時代的水果 聖經時代的水果 三種 感謝那位他提醒我 這個還有一個蘋果 那這種 這種 長在什麼地方呢 就長在 地中海型氣候的地方 那地中海型氣候的地方 所以呢 你知道說 你現在我們看到說 你要去買那個 橄欖油的話 你通常你見到最多的 我們知道是好的 一個就是義大利對不對 一個就是西班牙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你知道其他附近其他 只要是沿著地中海的地方 他那地方 他都出產這個 都出產這個東西 那有 甚至北非 北非也是屬於 地中海型氣候 北非的這個 叫那個Morocco 對不對 Morocco是不是就是在 西班牙的對面 一個 地中海型氣候 他也是一樣產 也是出產 我們加州呢 就剛好 我們就有這個 地中海型的氣候 我們這邊就 地中海型氣候 那地中海型氣候呢 很典型的就是 很典型的地中海氣候 他能夠種葡萄 種烏花果 所以也能夠鑽 那這種地中海型氣候呢 並不是一定在地中海 我們加州也有 你知道說哪裡 現在哪裡出 那酒有名的 那個地方 他也是因為他有 地中海型氣候 譬如說你現在說 那個智利 智利的酒也不錯 對不對 Napa Napa是加州 我想說 除了歐洲 美國以外 還有這個地中海型氣候 像哪裡 像你說智利的酒不錯 對不對 智利的紅酒不錯 智利是產葡萄 那邊也是因為 地中海型氣候 還有哪裡的酒 澳洲是不是 澳洲也有產紅酒 因為那個地方 有一塊小地方 不曉得是哪裡 我想不起來 是不是在 Melbourne 還是哪裡 在那一帶的地方 澳洲也很大 有一區也是地中海 這個地方就適合 就適合長這個 適合長這個感染 那那個 所以他古時候 他記載很多 在聖泥裡面 記載很多 記載很多呢 你記載很多 他裡面就 你從這個記載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當初 那時候的人 他們在怎麼樣的 使用這個感染 那 一個 你馬上想起來是 如果 你就知道說 人家聽到挪亞方舟 對不對 挪亞方舟 挪亞方舟的時候呢 當時呢 洪水淹沒大地 那這個挪亞的一家人呢 一家八口呢 上了這個挪亞方舟 在那邊飄啊 等到後來呢 水一直 水一直很高 什麼都看不見 都是一片都是水 等到呢 有一天呢 他把鴿子放出去 鴿子嫌回來是什麼 鴿子嫌回來 鴿子嫌回來 就嫌成感染汁 他就知道說怎麼樣 他水進去退了 對不對 他所以就提到這個感染汁 這個樣子 他寫那個感染汁 所以那感染汁呢 他也有一些特別的意義 你看他聖經上記載 他也有他的意義 什麼樣的意義呢 因為知道洪水淹沒大地呢 他是因為神對當時人的憤怒 他要毀滅當時的那個世界 除了這個挪亞他們一家以外 那所以呢 他錢的這個姿子回來呢 表示什麼 也代表了意義就是說 上帝平息他的憤怒 平息他的憤怒以後呢 所以他這個感染汁也代表和平 代表peace 代表和平 所以他有這個特別的意義 那你像那個 也用這個感染汁來做什麼 像那個傳統的那個 希臘的 Olympics 這個奧運會 奧運會呢 上次不是八年前還幾年前 在那邊舉行對不對 不是八年前 八年前是北京奧運 北京奧運前一屆是希臘 就是十二年前 你看他們傳統的 最後得勝的人 他給他做一個是一個 用這個感染汁做的這個櫃罐 櫃罐這個Rift 這個特別的意義 所以他一個記載就是這個感染汁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拿來做他的 他感染他這個 我倒是沒看到說他們吃感染 我不記得有沒有人熟悉聖經的 說直接吃感染 但是他提到那個感染油 那感染油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拿來做點燈 那點燈呢 他這個油可以點燈 那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在舊約裡面有記載 還規定說點的燈呢 要用Clear的這個Oleaf Clear的Oleaf Oil 要很輕的 等一下你看到我們 我們就利用昨天今天 就做了一些這橄欖油 你要把這橄欖油做得很輕啊 很Clear 那還真的很花時間很花工夫 他說你要點燈的時候 他規定 舊約時代 被當時的猶太人很多規定 他說你要Clear的Oleaf Oil 那有記載這個 那還有一個在新約裡面有記載呢 他就說也是一個比喻呢 就是說有十個童女啊 有五個是聰明的 五個是笨的 魚卓的 他們那個 他們等新郎來 等新郎來呢 有聰明的人呢 準備了燈也準備了油 那比較魚卓呢 他就是只有燈 他沒有油 那個油什麼油呢 油就是這個油 那沒有油呢 沒有油的那個魚卓的仆人 等到新郎來了 看已經半夜來了沒有燈怎麼辦 沒有油怎麼辦 還要去買油 這個當時已經有買賣這個油 所以他是有拿點燈的 還有這個油當然沒有錯 當時只拿來吃的 是食用的油 食用的油呢 那這當然是很好的油 很好的油 所以我一直在這個 在想說 就是大家也 即使你不是基督徒 恐怕你也知道說 這個 最後的晚餐對不對 最後的晚餐 最後的晚餐 甚至有一幅名畫 誰畫的 是那個 Dav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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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name是不是 Leo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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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nci 他畫那個最後的晚餐 最後的晚餐呢 在裡面呢 就是 不是說 耶穌就是他的十二個門徒 在那裡面 所以呢你看那照 你看那圖畫就是 就是一排人坐在桌子上對不對 那耶穌就說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對不對 要出賣他 出賣他我們知道是 他後來就是叫一個 叫猶大的人 要出賣他 但人家問他說誰出賣 誰出賣 到底是十二個門徒 都是問 到底是誰 你知道是有人要出賣 到底是誰 是我嗎 在問 那耶穌就說呢 就說 這個 大部分有好幾篇記載 有記載就說 就是跟我一起 站守在盤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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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守什麼意思 他們拿餅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分了一塊餅 站了給誰吃 那個人就是他 那大部分就說站守在盤子上 那這個站在盤子裡面 你拿什麼東西站什麼 當然是拿麵包 站在盤子裡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那站的是什麼呢 我一直懷疑 我相信一定是 就是這個橄欖油 有人說也可能說是肉湯 肉湯會放在盤子裡嗎 麵包站肉湯 那時候的人你知道 那個吃肉是比較 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那個也是橄欖油 如果說你自己 你有這個經驗 你去拿麵包去蘸橄欖油 好的橄欖油 那真的是很好吃 那我自己的經驗呢 就是說你拿真的好的橄欖油 很簡單 你去喝 我相信這個都合乎大家的口味 你把大蒜切得很碎 大蒜把它搗碎 甚至搗碎更好 搗碎油配合那個最好的橄欖油 加點鹽 加鹽 這就很好吃了 你如果說你還喜歡特殊味道 你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香料 對不對 你加一些各種不同spice 那一些各種香料 那更好 它另外有一種像外國的 像那個我們的鎮薑醋一樣 一種酸醋叫bosalmic vinegar bosalmic vinegar 再加進去也很好 所以這個 這個蘸麵包是非常好吃的東西 所以呢 它有很多用處 那 所以說有古書有激戰 甚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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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這個 有這個神話 那個神話呢 我們知道希臘 希臘不是很多 特別多神話嗎 希臘的神話裡面呢 他就說 當初呢 那些 要建一個新的城 要建一個新的城 兩個神在那裡 一個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個叫雅典娜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一個神雅典娜 一個女神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神呢 就是叫做海神 那海神呢 這個叫poseidon 海神 那海神呢 它一個特別的 就是拿了一個什麼呢 拿了一個那個 三叉級對不對 一個trident 所以你看美國的那個 一個美國的核子潛艇啊 這個早期的核子潛艇裡面 就有一種就是 叫三叉級的核子原領 它發射的飛彈 是不是叫海神poseidon的飛彈 對不對 這個神話 這兩個神在這裡 他們說 他們在比較 他們因為要新建一個城 他說呢 我這個 我要這個 我們倆比較 說 誰能夠對 對人 對住在這城裡的人 有更大的貢獻 那海神呢 拿起他的三叉級呢 往石頭上一搓 那海裡面流出了很多的很多的盐 也當是好東西對不對 但是呢 雅典娜呢 他用他的 法力 造出來什麼東西呢 造出來橄欖素跟橄欖油 結果呢 結果呢 大家就認為說 這個東西對這個好處更大 這是更好的東西 所以呢 那座城呢 就以雅典大的民主為名 就是現在的雅典 你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OK 所以呢 我們講一些這些 這些 這個background 這些背景的 背景的這些 這些東西 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那這個 那我們 那現在就要講這個樹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樹了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樹枝你看啊 這個樹枝看起來其實蠻蠻好看的 我也覺得這個顏色蠻好看的 這種綠色很特別 因為這邊 它的特別在哪裡 你看它的樹葉啊 一邊是綠的 一邊是 一邊比較偏白一點 所以它長滿樹的時候 你就遠遠的看啊 它就是一種特別的顏色 就很好看 那 那這個 這個樹呢 對 這個樹呢 它 有人說它是 它是一個 叫做 叫做 不老樹 不老不死 不死的樹 因為它是 它能夠活很久 它不老不死 英文叫 他叫做這個 immortal immortal 它不死 它不死呢 我就想到 我們中國有一種 有一種樹也是一種很好的樹 也是 也是 你知道哪一種 我們講說中國不老不死的樹 萬年青榮樹 在新疆有一種叫胡陽樹 胡陽 這個胡陽樹呢 你要說怎麼樣 第一個 千年不死 死了以後呢 千年不倒 倒了以後呢 千年不朽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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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中國的活陽樹 那左中堂 左中堂呢 當時在新疆呢 就種了很多活陽樹 所以呢 當然那是好樹 這個樹呢 在外國呢 也是認為說它 它不老不死 怎麼說它不老不死呢 它這個樹呢 基本上 它如果樹 樹即死 什麼原因 它死了以後呢 它的樹幹下面 會長出很多那個 長出很多小的 根上會長出很多小的小樹出來 那剛才我不曉得這個 我們不曉得照到沒有 那當初我們一度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拿來 切下來分割另外來種呢 但你仔細看它不是 它是長在根上面 它這個主幹即使是死掉了以後呢 它邊上又長出來了 所以幾乎可以說它不死 所以這個樹是非常特別的 那你說那我說 我把這根拿下來種 怎麼種它呢 那有人 你可以試著種 你拿那個果樹的果仁 拿那個核 拿來種 可以長出來 可以長出小樹 但是呢 人家不是這樣的繁殖 因為呢 它如果有種子長出來的這個樹 它跟原樹的這個性質就不一樣了 它不能夠 它就不 很多就不結果了 它不結果了 它不結果了 它不結果呢 或者是結了果樹的數量很少 它真正 它大部分的繁殖方法呢 就是要 我 因為我 我不是 我不是這個 種樹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呢 它應該叫做插枝 它就是說 你要剪下來 那個枝子 也不是太嫩的 也不能太老的 你像那種 大概不嫩不老 大概長了 最多長了一兩年的那個樹枝 剛好 剛長出來太嫩了 你不容易種火 就插下去 我這個插這麼長 大概一十左右可以插火 另外一個 我不曉得名字是講對不對 叫做 叫做千叉 是不是 它就是說是先把那個 先 你就用種子種可以 你用種子種 長出來以後 長出來以後呢 再把它 對不起不是 千叉就是 原來那個樹上呢 大概是切了一塊什麼 切了一個角啊 然後樹包起來 讓它長根 根長好以後 再把它截掉 要把那個長出來的東西 要用母樹的 一定要母樹的 那種 那 才會比較好 就是說 你不能用種子種 那 那 這個樹的特性性 它可以長很高 一般來講呢 它可以長到大概四十尺 那我所看到的這個 就是 就是 就是大概有這麼高 那 我地理家 它種的呢 它有 一共有四 我相信它有四顆 兩顆種在那個門前的 上面 那然後呢 有 好像另外有兩顆在那邊 那 我相信它當初 人家種也是有原因 為什麼呢 這個樹呢 這個樹呢 這個 大部分 很多樹種 種類也很多 但是呢 在我們加州這個樹種呢 它需要這個 要一花 要一樹的花來授粉 那 有些樹是可以自花給授粉 它這需要 所以它需要 有不同的樹 它的果實才會多 那 既然 既然提到我們這個是 我們加州的這個樹 我們知道我們 原來 原產地生 是在那個地中海 那怎麼來到加州呢 它 這些樹呢 就是跟著那傳教士 西班牙的傳教士呢 就一路就把它送過來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品種呢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西班牙的品種 那我們知道還有很多 很多的品種 它 所產的油啊 或所產的這個 你吃的那個 你吃的果實呢 它有各種不同 但是我們這種 都大部分 大概你在家裡面 你看到的 都是屬於這個西班牙的品種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 誰家裡面有橄欖樹 都沒有啊 有 你家有橄欖樹 小課的嗎 去年生一個 今年生一個 OK 那 跟這個一樣的嗎 小 有的根本樹是 把它trim的像小小 是landscape用的 是跟這個一樣的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然後上面一坨一坨 然後把它 你說可以修的那個是嗎 但是另外一種樹 另外一種 很容易修的landscape的樹 那是另外一種 那怎麼撿 它不容易撿死 可以修成漂亮 那不是橄欖樹 那個不是橄欖樹 不是橄欖樹 那但是呢 你如果要種啊 這是有個問題 這個啊 沒有錯 這個非常適合加州對不對 剛才講的是 我們地中海型氣候 但是呢 而且它不需要 幾乎沒有人 沒聽說要澆水的 非常非常耐旱 地中海型氣候的樹 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不需要很多水 有人在提醒我這個時間啊 還有五分鐘十分鐘嗎 十分鐘喔 那你還沒有換配具 那你還沒有換配具 再開這個 發問一下 我背景資料還沒講完 沒關係 那這個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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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想要種啊 你 那你 那你這個 這個樹呢 你自己種啊 有個麻煩 為什麼呢 它這個樹啊 種下去 要 要等它 要能夠開始結果 你也許到果源 可以買到比較快一點 那大概要三年四年 那三年四年 那三年四年 它的產量又很小 你要它 你要知道這個樹的 它的壽命呢 它的cycle是很長的 那它可以長幾百年 我們 起碼我們知道 是可以長幾百年 那它真正的 要產量要大以後呢 要大概要等三十年 你要等三十年以後 你才會有這個 有足夠的產量 那 但是它樹葉確實很漂亮 它樹葉很漂亮 那我第一次發現到 這個橄欖樹呢 就是在很多年前 我就走到一個街上 我們在克爾瑪斯的一個街上 走到地上 什麼滿地都是 都是這個黑的 而且非常滑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它是很多油在下面 所以你走過要小心 那 所以你就知道 它 你長完了以後呢 你如果說你沒有耐心 去收這個果子 它給你掉一地的 全部都是這個橄欖樹 等它收了以後 變成黑色 那剛才你們看到 有人看到有黑色的感染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熟了以後 變成黑色 平常是青色 那 滿地都是感染 那你怎麼辦 滿地都是 你沒有時間收 滿地都是 那相當討厭 那 那所以你還要請工人來 做那個 做spray 那它有一種 有種spray的方法 就是它噴了那個油以後 沒有駭樹 它噴了以後呢 基本上呢 它讓 噴花 噴樹蓋 讓它知道說 好像 它天然會產生一種 一種化學物質 讓它知道它好像遇到困難 本身給它一個distress call 它就覺得有困難 有困難以後 樹的反應就是 遇到有困難怎麼辦 它不結果 對不對 你本身你要保護這個樹 它就是 到了一個保護自己的狀態 那樣子的話呢 它就 它不結果 所以很麻煩你自己 所以 你要種的話呢 所以 你如果有的話 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種起來也是 但是你可以到外面去欣賞 有很多 我看到網上有人 他就說 它是澳在澳的時候 他喜歡 他喜歡這個樹 他們有些地方種了很多樹 他就隨便 就去 就去把它摘下來 回來就 就要來處理 所以這個 它樹有這樣的 這個特色 它春天開花 這現在正式收成的時候 每一個有長有短 有這樣子 那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講 當然這種 這種這個 我們大家做什麼用處 一個就是做油 對不對 一個就是吃它的那個 Oleaf 一個就是做油 兩種不同的用處 那我們今天呢 掉下來 這是昨天 這是昨天的照片 你看我穿那個 我最愛的衣服 你知道嗎 只要戴了一張媽褲 那 所以 我們就是 我們只 只試著做這個油 所以 我們還沒有做過 只有做油 給大家傳閱一下 好不好 黑色 不要緊張 給大家稍微傳閱一下 來 這是黑色的 就像是這樣的 綠色的做出來 OK 所以這是昨天去的 所以 怎麼壓 怎麼壓 那 慢慢來吧 他還沒講完 他還沒講完 所以 不管你做油 或者做水果 第一個過程 你就要把它採收這個水果 對不對 你採收水果呢 這個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你每一個果子都這麼小 對不對 你就怎麼怎麼採收 當然最傳統的辦法 就是手工去摘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 其實那個圖畫也蠻美的 就是你 有人在樹邊上 就是摘 或者畫 就是直接摘這個水果 自己跳 就直接去摘這個水果 但是呢 我們加州就不一樣 我們加州呢 美國人呢 他種東西 他就會想出更好的辦法來收 所以他收非常有效率 就像我們加州種這個 種這個杏仁 種杏仁 也是一樣長這麼多 他怎麼收 有大機器進去呢 把那個樹幹一抓住 猛力的搖 一個大機器上面有六七個人 大家說 大機器上面有六七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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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搖搖的結果 時間到了以後 搖下來就可以搖下百分之八十 剩下的人呢 就拿 用手啊 用棍子啊 就把它打下來 可以收成另外的百分之十 另外的百分之十就不要了 為什麼呢 地這麼大 樹這麼多 你能夠收成百分之九十 非常好 效率非常好 那我們呢 當然最傳統的呢 而且人家如果要講究的呢 當然是要去用手摘的 尤其是呢 要吃的 要吃的橄欖要漂亮對不對 你手摘最好 那我們昨天呢 就是用手摘 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手摘呢 當然你是用手 戴著手套 順著那個樹枝滑下來 就可以吃了很多 對 那另外一半嘛 你太遠 你拿不到拿爬子把它爬下來 好 看下一個看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看準哪邊有橄欖樹 沒有人要 大部分都沒有人要 誰怕 這個做起來非常麻煩 你可以就是這樣方法 就把它就拿下來 那 但是它是你看到裡面 有些綠的 有些顏色比較深的對不對 熟了以後 它就變成了這個黑色 但是呢 你並不是一定要等到黑色 才可以 才可以 做水果或炸油 青色就行了 但是你問題是 你一定要找到 特別的時機 為什麼呢 等到黑 黑的時候呢 黑的時候 它的那個油分 是當時最高的時候 這種感染呢 它的油分可以到達這個 整個果實的20%都是油 所以你看它的含油量 是非常高的 那 但是呢 一般採摘的時候 都是在一個 你要知道說這個樹 你種的這種樹的 特別性質 或者種在這個地方 這個樹的特別性質 我們 像我本人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 因為說明天要摘 今天要摘就馬上去摘了 也不知道說這個時候 是不是含油量最高 也許你經過幾年以後 你就知道說 也許是不是應該再等等 或者是再怎麼樣 因為 在比較輕的時候呢 它的油量 就不就少 而且呢 你等到你炸出油出來以後 你說我炸出來的油 是不是叫extra virgin呢 是不是就是賣賣的最好的油呢 你extra virgin 還有它自己的標準 它自己的標準 除了你說是 我們一般叫做只炸第一次 對不對 炸第一次油 我們中文叫什麼 出炸 出炸 日本人 日本人叫什麼 日本人 日本人 你和日本人生啤酒的時候 他們一起來叫一番炸 有沒有 一番炸 這個是 就是英文 first press co press 第一次炸 第一次炸出來 並不是說 這個就符合標準 這就是extra virgin 它有規定說 你炸出來的東西 裡面的化學成分 它的也許還有 它的flavor 要到達一個標準 那化學成分就是 我們前面 以前前幾年 一年前大概聽到很多 台灣那個油很多 有什麼出現問題 什麼 拿那個油去回收 去混 什麼其他東西 然後呢 它就精裂以後 然後又加了 怎麼樣 把它用化學成分 把它讓它 符合就是酸度的標準 它的酸度 或其他 那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符合符合的標準 我們只能符合 是第一次炸的 剩下的東西 你要再炸 你也沒有力氣 好 那 基本上 就是這樣 好 第一步就是採摘 採摘以後呢 那個 時間很非常重要 你要但是我們都不 你不知道 你要有經驗 時間到了那時候呢 還是輕的 還是這個 但是呢 裡面油分已經最多了 不能到它 掉到地上之外 不能掉到地上之外 掉到地上 通常都已經有問題 或者是它已經 味道已經完全不對了 所以 那做出來的油就不行 一定是要再 而且它是限摘馬上 就要處理 在那個 橄欖油廠也是一樣 馬上要處理 馬上就要處理 所以 洗完以後 絕對不能再放了 洗完以後馬上就要炸 那我們先講油好不好 我們炸 炸油 你看我們怎麼炸 沒有更好的辦法 你在網路上 你如果有興趣去 search 看有人 想出千奇百怪的 千奇百怪的 各種辦法去炸 有些人呢 我還看到有一個人 真是好 真有意思 他說他在home depot 去買一個那個 像一個桌子下面有 帶水槽的 像我們的不鏽鋼的水槽 廚房裡的不鏽鋼的水槽 買那個桌子不夠 水槽裡面還接了一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garbage disposal 下面還買一個 特別好的那個 那個 打碎 打碎那個機器 garbage disposal 擺在底下 然後呢 管子接出來 擺在水桶裡面 但是呢 不管他怎麼做 你的目的就是 第一個目的就是 第一個你要把它crush 你要把它壓碎 對不對 你說那裡面有紙在裡面 紙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個 他們炸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給你 把紙挑出來 紙挑出來 你看到 你吃的橄欖有些 橄欖你吃的橄欖裡面 它是不是中間已經 那個有洞了對不對 那個已經pitted 他把那個紙已經拿出來 對 那是你吃的橄欖 但是做一個 像我們也沒有辦法 一個個把它切開 然後再把紙拿出來 那太也太不有效率了 所以 反正你第一步要crush 那你要crush的話 有人用更 還有辦法用什麼 找那個大塊的木頭 買那個 還有一個他的idea 就是他到那個 harbor freight 你知道賣工具 那個harbor freight 裡面去他買 還有一種壓榨的 一種press 就怎麼樣 越轉越緊 越轉越緊 下面呢 他找兩塊大的木頭 這樣壓 就是各種各樣的方法 反正他第一步 你一定要把它壓出來 因為他油分很多 油就在裡面了 20%都是油 那我們這個簡單的辦法呢 好 我們就是用 拿 要這麼快 用這個 打果汁機把它打碎 先打到夠碎 我起先 我想試驗說 我直接可不可以 直接把它敲碎 直接敲碎實在很難 我意思嗎 這是圓的 你沒有那個木板壓著它 你只打 它到處跑來跑去 所以先把它打到夠碎 打到夠碎以後呢 然後呢 然後再把它 再把它擺在一個 像那個 像做豆漿一樣的道理 你看我那個手 你看我那手 那是不是像油 不像水吧 沒有 這是像油對不對 很亮亮的 對啊 那我本人呢 我的皮膚是 過去一向都很乾燥 不到今天我還覺得 我的手還蠻 蠻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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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第一步呢 就是打碎以後呢 然後就把它 就把它攪 你知道我攪 我打碎的時候 裡面要加點水啊 你果汁機打果汁機 不能不加水對不對 你要加水就 所以你這邊 有水 不但有你自己加的水 還有它那個 果肉裡面也含水 然後呢 水跟油 全部都混在這裡面 全部在裡面 那 所以這就是第一步了 然後剩下的東西呢 我已經擠得很 盡量比較擠得很乾了 捨不得丟掉 覺得這個是好東西對不對 所以呢 一般來講 外國人的做法也是一樣 他做下來剩下這些渣子呢 也是一樣的 把它做成有機肥料 那非常好的有機肥料 所以我也把它擺在外面 擺在樹裡面去了 好這是 這是 先把它crush crush以後呢 就把它 把那個剩下的汁 就擺在那個地方 沒好久你看了 它就分成了 為什麼呢 油在上面 水在下面 這很自然的道理對不對 那 所以 這個 這個是上面我們看到的 但是呢 我們昨天因為 因為昨天是因為我們在 採的時候大概是中午的時候 過了隔了一段 我們昨天又很忙 回到家大概已經幾點 九點十點 十點多了 十點多 十點多以後呢 這是晚上十點多看到的樣子 好了 那我們知道下面是水對不對 上面是油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這個 就把 打個洞 把油把它 把它 滴掉 把那個水 把那個水滴掉 水滴掉 那水滴掉 水滴掉以後 水滴掉以後 最後呢 留下來的那些 盡量把水滴乾 把剩下這個 這個 上面油的部分 欸我們剛剛有沒有照 我們到底用了多少 你沒有照我們用了多少 有啊 有啊 就是這個container 就是這個container的一半 哇 將近快滿了 就在這裡 就用那麼多的 就這麼多的Hollywood 才出來這麼一點 ok然後呢 對 然後呢就 那個倒下來以後呢 就 這個上面呢 就是你看右邊的上面呢 就擺了 再擺一塊那個 那個 綠咖啡的那個綠紙 擺綠咖啡的綠紙呢 就讓它往下滴 是不是 嗯 就往下滴 那滴的當然是很慢啊 等到後來那個那個 他那個東西又很稠 對不對 很稠就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那 已經十點多了 不能看他 不能看 不能再看了對不對 我那個 我那個 我那個人當然是 他昨天晚上好像沒睡覺的 他沒有睡覺 但是我 我就只能看到這樣 我就 我就 我就已經不 支持不了了 等到早上呢 早上起來的時候 這個 這個就是剩下的那個 剩 左邊就剩下的那個 那邊都是油啊 一層的油啊 還滴碗還在滴 你看它出來沒有一點水嗎 水剛剛放掉 對 放掉了 對 放掉了 而且我希望說那個咖啡濾紙呢 把有些水也吸 把它吸 也吸在裡面 我希望如此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剩下 剛剛你們看的 就剛剛你們看的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沒有 這最底下的地方呢 還是有一點點水對不對 因為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綠那麼乾淨 我當初還想到 有一些 不曉得是不是 Creative 我想說 我就問我內人說 可不可以用那個 那個吸 打針那個吸的那個 我們家原來有 吸的那個東西 一點點 因為我們種的油很少嘛 從上面吸 只吸到夠就好了 那下面是 少一點的 油就不要了 那也是一個辦法 這些東西啊 你自己可以想 用各種方法 因為你曉得照理很簡單 第一個要把它 第一個要把它壓碎 要把它擠 盡量擠 然後擠出來的東西呢 把那個 液體的部分拿出來 把油水分開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那 理論是這樣的 但是很花功夫 你看我們綠這一次 你看到這小提示裡面 你綠了這一次 你看 這個是完全沒有水的 這個就完全沒水 對 你們有沒有聞過 這個味道蠻好的對不對 真的是蠻好的 這是蠻好的 但是你看到這裡面 這還是不clear 我不看 聖經舊約裡面講到說 要clear the article 這個還不夠clear 可見你還可以再過濾 對不對 再過濾看看 可能會更輕一點 那橄欖枝還可不可以 剩下的橄欖枝 我也捨不得 一定要倒回去 倒了膠塑 那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我看到顏色蠻好的 沒有 我看到那個 那個顏色又很像我們 我那個 我父親 我父親喜歡吃 北方人喜歡吃 那個 那個叫粉漿麵條 不曉得你知道嗎 粉漿麵條 粉漿麵條 它看起來很像粉漿 用豌豆做 用豌豆打了以後 剩下的那個粉漿 那粉漿那個做麵條 看起來很像 你吃吃看 你就知道不行 對不對 但是不是 但是好東西啊 你還一定要回到 當肥料把它叫回去 所以 所以呢 這個 它可以做成 做成這個樣子 那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不是 不是做油 你不做油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做 做成可以吃的那個alip 對不對 可以做成吃的alip 做吃alip 我們最常看見的alip 你如果說 你不是這麼有興趣 有沒有人對alip 特別有興趣的 吃alip 有沒有 沒有 你有興趣啊 還有各種不同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說 你不是特別有興趣的 你平常看到吃alip 都是黑色的 對不對 你看到的黑色的alip 在哪裡呢 在那個sala bar裡面 對不對 pizza也有 pizza裡面有 對不對 那都是黑色的 這怎麽來的呢 這個東西其實原產在哪裡 這種idea 這種idea 原產就是我們加州 加州不是說 傳教士帶來這個樹 跟著他們傳教 他們住在這裡 他們需要油 他們種這個樹 產生這個油 但是呢 他這個 但是這個油呢 他產出來以後呢 隔了沒好久了 大概19世紀 18世紀 歐洲的油還繼續進來 我們這邊呢 完全種的量又少 沒辦法跟歐洲競爭 所以在加州就不產油了 所以我們很少聽到說 我們加州的橄欖油 一直到最近 才有人開始在弄 但是呢 這個 因為他沒辦法競爭 他沒有做 但是呢 這果實呢 有某一個人 某一個人 有一個女的 他想出一個idea 他就說 怎麼樣把它處理以後 變成可以吃 那吃變成黑橄欖 這個黑橄欖 其實它並不是 黑的橄欖摘下來 是青橄欖 青橄欖 它怎麼會變成黑色呢 基本上就是經過一個 氧化的程序 所以呢 你也可以一樣做 你要做的橄欖 你要吃橄欖 我們知道橄欖 直接不能直接吃的 不能直接吃怎麼辦 就一定要經過 經過煙字 煙 英文呢叫做 叫做curing 你把它cure 或者叫做 把它pickle 就像那個 你要經過煙 那怎麼煙呢 很簡單的辦法 它就 三種最主要 第一個 用什麼 用一種 鹼性的東西 對不對 你色的東西 就像柿子一樣 柿子一樣 鹼的東西 色的東西 你要用那個鹼性 鹼性那個 英文叫lye l-y-e 鹼性的東西 它其實本身也不是壞東西 它是草木灰裡面踢水 草木灰裡面可以有鹼性的東西 對不對 草木灰拿來可以做皮帶呢 你看皮帶都可以變顏色 對不對 草木灰有鹼性 第二個就是用鹽 鹼水 那最簡單的就是用鹽 你就可以處理 第三個就是用 甚至用清水都可以 不用水一直跑一直跑 那這個呢 它基本上是用那個 用那個 黑色是用鹼性的東西 泡很快 兩三天 然後呢 它為什麼變黑色呢 它栽的時候是綠色 要經過氧化 所以你要讓空氣 一直不斷進來 它就變成黑色 但是呢 你如果說你用鹽 你用鹽水泡 你如果泡在罐子裡面 青色的 你整個把它蓋住 後面有沒有氧氣進來 沒有氧氣進來 所以呢 就變成青桿 所以你看到這黑色 跟青色的差別 就是黑色 那個女的發分就是黑橄欖 黑橄欖以後呢 黑橄欖以後呢 這個橄欖呢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現在這種吃法 那橄欖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有很多興趣 我第一次看到當年 很多年前 現在還不像現在這麼popular 現在Hofu裡面 很多supermarket 都有這個olive bar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olive 那時候第一次非常impressed 在紐約之後有一個 一個城市 我們旅行到那個地方 進到他超級市場 看到裡面大概有幾十種 有沒有四五十種不同的olive 都擺在那邊 都是已經處理好 就是讓人家吃的 olive 是本身是可以吃的東西 大部分吃的都在歐洲 我們美國呢 現在開始有些人 開始學習的吃 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 對不起 本來就是閒談淺談這個 但是呢 暫了大家很多時間 希望這個 希望大家這個 聽了覺得有意思 謝謝 好 那邊我們都有點小點心 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可以自取 這邊有小點心 那個誰做的 做的好漂亮 那小塊小塊那個 小塊小塊那個點心 喔那個是那個 喔喔老師喔 礦老師做的 喔喔 好 既然已經講到吃的 我就繼續講吃的 然後等一下給你們大家 輕鬆一下 我們再講比較那個一點 你就會發現這個架子很舒服 對不對 我要讓他用手拿著 他再講半個鐘頭已經掛了 哈哈哈哈 你要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 好好 我們來講一下檸檬鹽 有沒有人做過檸檬鹽 你們可以自由走動喔 都做過對不對 很簡單對不對 檸檬鹽是做什麼用 檸檬鹽 他就是拿來 泡水 都可以 但 很多功能 檸檬糖 檸檬糖喔 檸檬鹽其實是在日本 每一個家庭裡 他們的冰箱裡都會放的東西 那檸檬呢 大家如果說現在你在種的話 你們家是不是都 大概現在都盛產了 可是你會有一個很困擾的地方 就是說你檸檬收下來之後 你放不了多久 他就乾掉了 一般就爛掉了 就很心疼對不對 那我經過這樣也是很多年 雖然那個樹都是從我小樹家挖來的 那個檸檬 但是去摘一次也不容易啊 那個檸檬都很渣人對不對 你們現在手上拿的都是他家的 很香喔 而且都是organic 為什麼拿這個給大家 就是說你們這兩顆 你就可以做成檸檬鹽 好那我現在讓大家傳閱一下 這一瓶檸檬鹽已經超過半年了 這所謂檸檬鹽是檸檬 等一下我告訴你們 來你們先傳閱 傳閱他這樣子繞一圈 好為什麼給他放這麼久 有一些人做的時候呢 他檸檬加了鹽之後還要搓一搓對不對 我都不搓他 為什麼 你搓他搓他 他要開 開 好開 可以吃嗎 你敢嗎很鹹喔 好注意看 第一個 燈可不可以關小一點 你們不會睡著吧 你要不要幫忙照一下 手機也給你 檸檬鹽就是檸檬鹽 好注意看喔 我們第一個要節省的東西 就是說平常我們在家裡 我們是不是常常看到很多的玻璃器皿 很漂亮捨不得丟對不對 我姐就說他收集了各種不同的器皿 然後放在櫃子這樣子覺得好好看喔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就怕什麼地震啊掉下來幹什麼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你把它洗乾淨 玻璃是很好洗的 除非要黏那種很強的膠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我們把它洗乾淨之後 只要你知道那個瓶子是裝安全的東西 你不要裝什麼chemical那些喔 你把它洗乾淨晾乾之後 把它洗得好好的 最後你就可以裝這些你醃漬的東西 最近有人在弄那個紅色的那個花有沒有 大家知不知道 把它做成蜜餡 那叫什麼話我突然忘記了 洛神花 對 那個實在又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但是老實講我不太吃蜜餡的人 那他們會拿來泡茶說對喉嚨很好的 有點像果子醋那種感覺 好那這個就是大概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怎麼節省 那你節省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說比如說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捨不得丟你可以把它保存起來 尤其是很漂亮的盒子 你做像檸檬鹽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怎麼樣 我當初做了大概二十幾瓶 全部送完只剩下六瓶 然後我用到現在只剩下兩瓶 今天就帶這一瓶過來 有一瓶在家裡OK 已經是半年前了 對不起喔我上次沾檸檬應該不是半年前 應該是將近一年前 對不對 一年 但是你認為要壞掉嗎 沒有 他拿來幹什麼 他拿來煮肉 日本人都拿來醃肉 或者是說他說你拿來喝的時候 可以加一點喔 你千萬不要加多喔 因為檸檬的重量跟鹽的比重量 是5比1 檸檬是5 鹽就是1 所以他是很鹹的 很鹹的 所以你可以拿來煎肉片 你會發現那個肉質變得很好吃 有點像脆脆的啊 然後又很細很嫩這樣子 有沒有開始流口水這樣子 好現在知道為什麼給你們兩顆檸檬了嗎 這個檸檬是完全乾淨的 非常乾淨的 然後這個去年摘下來的時候 今年我們還來不及等到很黃 你可以把它放到黃都沒關係 他是這種檸檬 把兩頭切掉之後 你要讓它裡面露出來 你可以切成釘 切成片 任何一種你要的形狀 如果你要維持像我放這麼久的話 不要擠壓它 懂嗎 就是把它涮一涮 就是說鹽跟那個檸檬放在一起之後 涮一下就好 然後就把它夾進去 蓋起來 那你們會看到我上面是不是加了一個塑膠對不對 塑膠已經不見了 OK OK 你那個塑膠呢 蓋在那邊之後 它會比較鹽一點 不透氣 所以這一年呢 我差不多沒有把它打開 OK 那你會發現說你放了一年 它完全沒有變色 這就是我們在保存食物的原始方法 對不對 冰箱 就放在室溫嗎 冷藏 不是音箱 因為我想它放很久 鹽隨便放著 喔 我用的是海鹽 5比1 5比1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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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5比1 是鹽 不是鹽 不要送給我 都不能加水 你把檸檬洗乾淨 因為這檸檬很乾淨 我們通常就是把灰把它洗掉 把它擦乾 然後呢 就像醃漬東西一樣 頭尾那個尖尖的地方 因為皮比較厚 我們把它切開 然後裡面就切片或什麼 你捨不得把它切開也沒關係 到最後檸檬 你也不可能拿來吃就對了 那個紫膠就拿掉 不用 什麼都不用 很簡單 它就是一種很傳統的辦法 那在日本的家庭裡 你去看它的冰箱一定放 那做好了以後 醃肉怎麼醃了 你就把它倒出一點汁 拿兩個檸檬 上面把它塗一塗 然後把它醃一陣子 不用很久 它有點像 你知道有一種 美國調味料 你只要包上去之後 它味道很快就進去 類似那樣 很奇怪 它很神奇 但是它完全天然的 好 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解釋 這是我做成這個樣子 請講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兩個月 兩三個禮拜就可以吃 但是 我是想保存很多 因為我一去他家 摘就摘一大堆 那四分可以來多久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四分 我直接放冰箱 冰箱冷藏就好了 你們可以再傳閱啊 再看看 你說的五 在這裡 檸檬是五 檐是一 講的是重量 老師那個水要不要擦乾 皮的水 你洗的水要擦乾 上面還是下面 啊 冰的還是 下面冷藏就好了 不要冷凍喔 不要動喔 擦乾 你們會發現 我剛開始我也很怕 但我們在分享東西的時候 大家在看社長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們在做任何一種分享 都是我們要經過自己研究過 看過碰過之後 我們才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你們現在常常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分享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聽了就來跟你講 聽了就跟你講 那你還不如自己看就算了 好 這個就是當初做完之後 我收集的每一個很漂亮的罐子 我就送出去 那我的海鹽在哪裡買 我是在Costco買那種大罐的 你如果要做得多你就買大包的 也有人用喜馬拉雅鹽 也有人用海那個 另外那種叫什麼 海鹽那種粗鹽那種 可是我沒有 這到Costco買那種海鹽就可以了 好 好 另外呢 再講一點 我講完了 你看我講完檸檬鹽 壓得很緊齁 不用 你想壓緊你就把它壓緊 因為壓緊的話 它的那個空氣會少一點 但事實上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不會 它不會發酵 是 5 重量 用重量 蹭重 你先檸檬都處理完之後 蹭重 再去蹭鹽 然後把這個東西在一個盆子裡 稍微用輕輕的撈 我不喜歡用擠壓 因為你擠壓的話 它等於說它很加速它 開始做這些化學做 但我想維持它很久 所以我跟妳講說 它這一瓶我已經放了 對我本來以為只有半年 其實錯了 是我去年做的 但它到現在我還在吃 所以你一年 你也不要想說 喔我一弄20瓶喔 30瓶喔 你吃不完的 你自己6瓶 我看就吃不完了 全家都吃不完 送朋友 你吃不完以後 你吃燒肉是不是 放不完出去 不是放它燒肉 是醃肉 醃肉 醃魚啊 醃雞肉 看你要 你覺得夠不夠 因為它抹上去 你會感覺到 夠不夠 那如果說醃完要煮的時候 我其他什麼都沒有加 就只有加這個 你沒有拿掉對不對 我拿掉 但是我把它擠乾淨 就丟掉了 就丟掉了 不吃 我不吃 對 好其他更多 這個東西也是把家裡的垃圾 做成這個好玩的東西 這是我們家 已經帶 放桌上放了好幾天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醃肉是不是 大概 我就給它放在那個外面 room temperature 大概 兩三個鐘頭就OK了 三個鐘 對 肉要稍微切一點 現出來 你這麼厚的肉 那吃不進去了 好 雞腿也OK吧 雞腿可以 那你要切開 OK好 注意看 這個東西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Costco常常可以看到這種 聖誕裝飾品 對不對 那你認為這是什麼東西做 這也是我們家剩下的東西做的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BBQ的竹籤啊 對不對 好 那這些竹籤你可以把它丟掉啊 然後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一剪 你看 只要24根竹籤就可以做成剛剛那個樣子 嗯 24根竹籤 你們拜一次BBQ就有了吧 對不對 或者就是店裡 Dollar Store也可以有 對不對 好 然後剪完之後你就把它綁成四角形 一 懂不懂 四角的立方體 然後呢 買花的時候 是不是有給你漂亮的包裝紙透明的 就把它包在外面 就會變成剛剛那個樣子 就變成剛剛你們看到這個樣子 哇 然後裡面的燈是什麼呢 現在有賣那種LED燈 旁邊不是有一個小PAC的電池嗎 因為這個做出來這麼大一個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帶過來這樣子 老師你類似三個合在一起了 欸我三個 那個Costco也是賣這麼多嘛 對不對很可愛喔 是不是有一點idea 這個都可以送人家或自己裝飾 因為你去買的話你一定捨不得丟 到時候家裡不是都搞了這個東西嗎 對不對 好 這個很簡單吧 這是最簡單的結構 就是四角形 有沒有人說不會綁四角形 我覺得我做出來絕對不是那個成果 我跟妳講一個最簡單的 你綁的時候它會掉對不對 會歪對不對 我先用咕嚕槓黏的 咕嚕槓先黏四個角這樣 好那現在有沒有看到左手邊那個很漂亮 唉唷超級喜歡的很漂亮對不對 我去看了兩次之後終於忍不住 第一次看了之後很想要 第一次沒買 到第二次我就終於去買了 然後我們新年的時候就可以 拿這個盆子喔來種別的東西 然後來抽獎 然後給大家抽獎 這個盆子在哪裡嗎 我跟大家講喔 在德成行 德成行 然後呢不是羅倫泰那個 是在哈斯安達那個新的那個 Casco 對對對 Casco旁邊 然後呢我看到的時候我非常喜歡 我知道它是被畫的有點缺陷的那個 像青花池對不對 它的池其實那個還蠻細的 這麼小一個 一個它居然賣五十千 四十九千 很漂亮 對然後它上面那個一根一根那個才賣二十九千一根 開運竹 對開運竹 對 然後 然後你就把它綁 我買的時候 我就說我買六根 他說 哎呀因為他是廣東人 他說買八根啊買八根 我說好買八根 綁起來 綁起來放點小石頭加點水 就這樣很好看對不對 好這給大家一點那個過年的idea 我覺得這蠻好的 然後旁邊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看 好可以穿越一下 左邊穿越一個 右邊穿越一個 另外一個呢 沒有 我另外一個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好像在桌子上 西哥那邊是不是桌子上有個小籃子 對 這個東西 對啊 老實講我們到這個年紀 我們每天要幹什麼對不對 shopping嗎很累對不對 就在家裡找點飯出來玩 relax自己 然後花點腦筋 那我們比較會想要說 我小時候都在玩什麼 對不對 邊竹子不會 也會割傷手對不對 邊紙總會吧 那這個紙是從哪裡來 就是那個摺星星 我這次回去買了很多摺星星的紙 他後面墊的那個厚厚的小紙 我就把它拿來做這個 好玩 就是好玩 然後你用完了怎麼樣 你就把它丟掉了 那也沒什麼 籃子沒帶出來嗎 有一個小的金金的籃子 好沒關係 好 那個有把守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好 那我們大家就知道說 其實你在家裡你可以有很多娛樂 對不對 你要丟掉以前 你就先把它拿來玩一玩嘛 好還有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今天講的這個價值對不對 這價值很便宜 然後呢 我上次被他發現說我躺在地上快要睡著 但是又要看連續劇 然後他就這樣在身上 時間落差很大 他現在還在看你月轉 然後你就躺在地上啊 就是說突然間想休息啊 你躺在地上來就把它放這樣子 他這個美國人他是用什麼 他坐在床上的時候 就這樣子看電視這樣子 而且他常常駝背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坐在桌上不要這樣拿著 這樣子越容易駝背 後來他現在就這樣子看 而且iPhone拿著手上 而且多神奇 你看我這樣移動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會跟著移動這樣 很好玩齁 所以趁他現在還便宜的時候可以買 Amazon Amazon 我等一下把那個連結E-mail給大家 啊你們要記得喔 如果要訂的話要盡快同一天 不要說這邊訂完了 這邊去的時候剛好漲價這樣子 還看什麼需求增加這麼多 對對對 因為我們常常發生這樣的事 好再看喔 還有什麼東西我們在家裡會浪費 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很容易浪費掉東西 像什麼東西 像麵粉啊 我們想說 我今天要練麵粉 我可能到Costco去買一大袋 買了一大袋之後 很可能麵粉就浪費掉了 對不對 那你那個快要 你認為過期或不適合的麵粉怎麼辦 我就把它拿來做這個是什麼 捏麵人 我多想要這個 recipe 都要不到 後來我發現那個美 美國的那個 有一些 他們很慷慨 他早就分享了一大堆 他最重要就是說 他麵粉跟鹽的比例 你看都是比例喔 麵粉跟鹽的比例是2比1 然後這個鹽呢 你就可以到哪裡去買 到Dollar Store去買 一罐一大罐有沒有 可以做兩份 你就知道鹽用的很多 可是他很安全就是說 就算小朋友手捏捏捏 他放在嘴巴裡他怎樣 他不會拿去舔啊 不會幹什麼 因為太鹹了 他不愛吃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用的顏色是食用色素 所以他不會有那個tossing ok 小朋友比較安全 那你可以陪小朋友捏啊 捏完了 反正你本來麵粉也是要丟掉了 對不對 好麵粉剩下還可以幹什麼 你如果說家裡有一塊地 黏黏的油油的對不對 麵粉撒下去之後 讓他停一陣子 然後拿那個小搓的 搓小搓刀那種的 平板的 你做麵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切板的嗎 就把它搓搓搓 那個油就沒了 那個 那個 你用的是鹽料嗎 不是 我用的是那個 食用色素 食用色素 那你怎麼保存 喔對 這一點最討厭 我那時候很笨 就是在台灣買了這個clay之後 然後他都不告訴我怎麼保存 所以你回來一打開 完兩次就沒了 沒了乾 氣得要死 這次我就知道了 嘿嘿 他捏完麵之後 最後是加 有加一點點油對不對 可是呢他油只是保護他的那個外層 你一用完之後你要把那個 你看我用滾的對不對 滾了就是把空氣滾掉 然後怎麼樣 要放冰箱裡 就跟你的檸檬鹽放在一起就好 所以你的內面人做出來要放冰箱啊 不用 內面人你要讓他乾 我說那個豆 麵團 麵團 放冰箱 所以說你的成品 你怎麼把它 keep forever 喔OK你就把它放外面 然後最後放一層那個glacy 就把它噴一層或者塗一層那個 有沒有亮光漆 他就好了 我告訴你蟲子不會咬 因為太鹹了 他咬了他就死了 OK很好玩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就忘了帶槍出來了 最近我們就講到 對 其實我們前一陣子還錄了一個影片 但到現在還沒有時間剪接 為什麼做這個槍你知道 這是壞掉的筷子 中國人才會有這種東西 才會有這種智慧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兩個都已經年紀大了 那我們要練神槍手啊對不對 可是我們就打得到咧 下一次好了 帶來給大家新年玩一玩這樣子 來做一個遊戲這樣 大家玩過沒有這種東西 家裡有舊筷子的 小時候啊小時候當然不是現在 對 你們喜歡我把影片傳給你們看怎麼做 只要四根半的筷子就可以做出來 然後呢打得還很神準 因為我以前就是拿來打蜻蜓有沒有 結果後來蜻蜓又去叫他同伴飛翅堆過來 嚇死了 這是最近做的這蠻好玩 然後你看他上面喔 上面這個地方可以放子彈 保護子彈有沒有上面 看到沒有上面那個保護子 放子彈啊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上膛前面這個地方 你就上膛 然後下面一按 他就咻就打出去 然後你量那個東西要量夠緊喔 就是那個拉那個 橡皮筋要拉夠緊 打了才會痛 但是 對不對力氣才大嘛對不對 好但是你要給小朋友玩 是要特別注意 叫他不能打眼睛 打屁股啊打手啊什麼都沒有關係 但絕對不能打眼睛 好 其實你根本就不要告訴他這些 你就直接叫他打瓶子就好了 不要告訴他 你越告訴他他他就越那個 對不對 好這個是另外要跟大家分享 就最近我們大家有聽到有一個消息 有一個黑人饒舌歌手在講那個什麼 對搶中國人 我們那邊還真有耶 嚇死人了 我們那邊巷子喔 平常都很安靜 居然對接就被搶 現在我不太出去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出去散步啊幹什麼 不要一個人 那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搶人家散步 散步有時候口袋根本沒拿東西啊 對 好你現在看到這兩幅圖有什麼不一樣 上面跟下面有什麼不一樣 上面是沒有燈下面是有燈對不對 不是啊 這是燈 這是燈 然後這個燈是做什麼用的呢 我 這個就是給他晚上 他喜歡晚上浇水很奇怪 我們家植物很奇怪喔 我公公是綠手指 我小叔是綠手指 我老公也是綠手指 他們浇水那個植物都會長得很好 我去植他們就不太長 他們可能知道我要摘他們 你知道嗎 就覺得我是那個 殺手 對殺手級的 所以他們都不太長 可是呢 我去一趟台灣他回來之後 他所有東西都長了 連那個 連那個什麼枸杞啊 什麼都長一大堆 一串一串回來就不長了 很奇怪 所以後來呢我就好吧 那他喜歡在晚上浇水 其實他們那些植物都不知道 我摘的都給他吃的 他才是兇手 OK 那他晚上喜歡浇水對不對 但你浇水燈 晚上你還要開燈啊 幹什麼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迷上來就是玩 那種LED燈 LED燈太陽冷的 他晚上他就曬 曬然後他就走過去的時候 他就亮 那我剛開始比較怕的是我們家狗啊 會嚇一跳幹什麼的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們家狗很喜歡 他就會去走過去把我把燈弄亮 走回來就把燈弄亮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比較暗的角落 就會放一個這樣子 然後其實最好是什麼 我認為說 因為洛杉磯是那個地震帶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燈 其實還蠻好的 對不對 還有我們在家裡都會裝點 那些現在就先不講啦 那些東西現在最常用的是什麼 很多人在家裡裝什麼 Security Cam IP Cam IP Camera 對不對 你的手機就可以看到你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對 然後有沒有人家裡裝 有沒有人家裡裝 有 看得到家裡對不對 好 我們家隔壁裝了八個 他是裝那種一系列 就像超級市場那種的 那我們家那種只能裝四個 可是我現在只裝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後來就跟隔壁講 我說你們家裝八個會不會很吵啊 他說會 為什麼因為他們家屋子裡有一條狗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那隻狗走過來那個燈就 就 哪一個CAM照到 他就傳一個信息給他 我們家只有一隻貓在屋子裡 兩條狗是在外面 所以那隻貓就已經常常在叫來叫去 那我比較最常看到的是誰呢 就是看到他啦 因為他只要翻報紙 一翻 他就傳一個信息 翻報紙又 又發一個信息 Amazon已經沒有48塊了 沒有48塊 他們 只要被他們發現那個價錢都會飛標 好 沒有這種 對 你說什麼東西哪一種 這個 我等一下傳給你們 我等一下找給你們 這個不要緊張 好 好 好那現在大家比較期待就是 剩下半個鐘頭我們要講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回到最前面 都醒了嗎 都吃了嗎 哈哈 還沒有吃 趕快去找點東西吃 因為我們這講下來的話 你可能會消化比較不好一點 那個椰草很好吃 你把它吃完啦 好 要不要去哪點東西吃 還有那個邝老師做得不好 那個快沒有 啊 長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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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那邊就可以幫我長一顆 他從那邊就可以幫我長一顆 沒有了 沒有了 沒了 沒了直接到邝老師家 哈哈 這個算 很好 好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是我們去參加國慶酒會的時候 那我那個時候還在想說 我們華新社 華新社櫃台都以為我們是小社團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我們社團滿大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150個會員 然後那天我們就去 這些都是我們的會員 OK 很好玩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天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那個 華新社也有 送一盆花過去 對 好慶祝我們中華民國生日 是在LA的 在那個環球西爾頓 好 現在我們也是要淺談 那我們現在從iPad的背景開始講 哈哈哈哈 你也要淺談 好啦淺談 淺談 燈關掉一點點 好沒關係 先讓他們拿 我們慢慢講 這個還不急 這個這個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那個 最近 在什麼時候 收到 iPad iPhone 來的信息 要你update 嗯 兩筆 有啊兩筆 update的看 要不要up 9月 對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 你要不要update OK 好 前面同學請把那個燈關掉 電燈關掉 電燈關掉 不是那裡 那邊 門後面 啊啊啊啊 好 注意聽喔 現在我講的都只是概念 懂的就懂 不懂的就 聽過去就算了 啊 表示不重要 對不對 好注意聽喔 好這個畫面 如果你有收到跟我一模一樣講 1.1GB的話 那你是手機收到的 手機 好 那他現在為什麼要更改這個呢 他是針對 有沒有人最近在換期啊 有沒有人在換老婆的 好 誰在換期啊 這個軟體還針對7 做設計 那他在前面講到的是什麼呢 他還要講的就是 就是說他要推的一個東西叫 Apple Pay 付錢 所以他提高他的 security的level ok 那除了這樣子呢 很多人就不會想要去玩 對不對 這個我又不要用你的那個 Apple Pay我幹嘛用這個 對不對 但是呢如果他跟你講說 你照相對你很有用喔 那你就會想說我要去update 對不對 可是呢你在遇到10的時候 你就跟從 他iOS7升到8一樣的問題 他們都會用掉你的容量的一個GB 一個GB很大喔 因為如果說你買最小容量是16個GB 16個GB你在7升8的時候 你就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不是空機上升這個軟體的話 你就會遇到卡住 整個機器卡住不能動的現象 對不對 好 現在也是 如果你的容量不夠大 從哪裡看 從你那個general裡面去看你的這個 最上面那個信息喔 你可以看到你的容量剩下多少 如果你的容量剩不到6個GB 我建議你不要update 聽到沒有 你如果update之後 他會用掉你更多的東西 因為他在攝影 在GPS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功能 他都做了很大的改變 整個介面都換了 好 這個呢 你如果收到這個 你會發現這是兩台iPad 一邊是白的 一邊是黑的 左邊是白的 右邊是黑的 那白的呢 我就沒有讓他upgrade 右邊的我已經讓他update了 那我的iPad容量多大呢 兩個都是128 ok 因為 現在iPad在降價嘛 他價錢都在跌嘛 ok 所以你現在看到 上面是黑的 下面是白的 黑的就已經upgrade過 所以他畫面不一樣了 甚至於你在upgrade的時候 他還把你的那個 你的Wallpaper都給你換掉 自動給你換掉 沒有啊 你的沒被換掉 你現在是10嗎 還是10.1 你再升10.1 你還可以升10.1 你先停在10好了 你先聽我講完 ok 他把我換掉了 然後我就很生氣 ok 那 那個10.1的時候他把我換掉 那你會看到說 他的進去呢 就變成多了一道手續 你還要再滑 因為他整個界面就變成比較 跟那個Windows Windows 10有點融合了 感覺上 因為他有一些app會出現在前面 你可以選擇你的畫面上 有哪些app可以出現 那我是沒有選擇啦 我沒有讓他出現 所以你會沒看到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設定的地方 setting的地方 是我們比較注意的地方 那我故意把它寫成中文 因為大部分人用的是中文 如果說你用英文的中文 應該對你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會看到 他在最上面那個階段 如果說你是屬於有那個 有那個叫什麼東西 有那個data的 你才會有下面那三個綠的 要不然都沒有 ok 那 第一格的地方完全沒有什麼變化 看不出什麼變化 那下面通知控制中心 勿擾模式也都是一樣的 好 在接下來到一般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變化了 有一些增加有一些減少了 看到沒有 Siri變成在外面了 為什麼他把Siri放在這邊 因為Siri在這個改變裡 他增加了一個就是說 他可以幫你直播你的手機 他現在希望你把所有蘋果的東西 全部綁在一起之後 由你的平板去控制你的手機 兩台機器是連在一起的 我跟平板講 跟平板的Siri講 他就可以播你的手機的iPhone ok 真是麻煩 我剛剛不拿起來直接播就好了 囉嗦 所以是多的 ok 好這就沒有什麼意思 我也不懂他為什麼要這樣變 好那密碼那些隱私權都差不多 然後你會看到iCloud iTunes那些 看起來也是一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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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我的版本是iPad Air 如果你到Air 2的時候 他又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 他的update呢 針對你不同版本 比如說你現在是iPad mini啊 或者是其他版本 你出現的畫面 不一定跟我一樣 懂嗎 所以你認為說 欸老師我都不一樣 ok 那你的應該是跟我不同版本 好 好 這個是屬於 那個iPad Air 2的 他就會出現一個 Apple Pay的Wallet 看到沒有 Wallet 那他怎麼設定他的Wallet呢 在旁邊就叫你把你的Credit Card放進去啊 以後你就直接用Apple Pay 一掃他就直接幫你 charge到你的卡上面去 你就不用每次都把你的卡拿出來 人家就把你偷scan啊幹什麼的 對不對 現在在中國大家出去的時候 身上沒錢沒什麼 你只要他手機被人家拿走 他就沒有辦法要欠了 為什麼 他都用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寶 支付寶 對支付寶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出去都是用電子付錢 就是這樣子 好類似這樣子 但是呢我覺得 在美國 在台灣要到這種程度 還要有一段心理準備 還要一段心理準備 好接下來我們就看 郵件以下的地方 你看郵件這邊就變得比較多對不對 提醒事項那個沒有變備忘錄對不對 但是他聯絡資訊移到這裡了 看到沒有 好這邊喔 右手邊的是已經update的 左手邊是舊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欸什麼叫家庭啊 家庭多出來的對不對 最底下右手邊這些新的家庭是多出來 他希望你的data 不但只是跟你自己的手機 跟你的電腦連在一起 甚至於跟全家是共享的 懂嗎 就是說欸我有照片我傳上去之後 我們全家都可以看 甚至於他給你做一個什麼東西呢 叫做智能家庭 什麼叫智能家庭 我還沒到家 我就可以看到我們家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IP camera是一樣的 那你就要去跟他 跟蘋果去買這些配備 你要把家裡的東西 在外面的時候我要回家 我把那個空調 其實這個都很久以前就有了 只是說這個公司 他自己在做內部整合 他說我還沒回到家 可能今天100多度對不對 我回家以前 我就把我冷氣打開了 對不對 那我冷氣 就要有一個開關 是接在這個機器上面的 懂嗎 好那你說欸 那我就叫我機器人去煮飯好了 你想的美啊 好還沒有這麼那個 但是這個可預期的對不對 時間到機器人去買個雞蛋回來這樣 好 那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東西變了 他把形式力也擺在前面了 OK 這東西 只要他是多出來的 你去看他的畫面 已經跟以前怎麼樣 都不一樣了 OK 包括他的地圖喔 也都不一樣了 好 這個地方看完 那我們就看接下去是音樂 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有問題也沒關係 沒聽懂表示你沒有在用 所以 就把它忘記 接下來我們再看喔 iBook Broadcast Podcast 就是聽人家廣播的那一種 我們可能也會到這樣 好那你現在看到 iTunes U iTunes U 你看到沒有 他現在希望你把iTunes 也把它提到這邊來 那他主要是跟你的電腦啊 跟一些其他東西的相關的 所以你看他這強調的就是他的iTunes 他是以個人為設計的iTunes 好 我們再接下來看這些都屬於我自己的App 我自己玩的App 他提供給你的東西 然後下面是你自己的App 什麼中華航空公司計算機 老夫子漫畫 美圖秀秀 從他的iOS 10一出來之後 很多的App都出現了問題 第一個修正就是美圖秀秀 現在美圖秀秀功能又比以前強很多 記得去update 好如果你有用的話 好那iOS 10什麼時候出來的 在9月中的時候出來的 如果你收到 剛收到的話就是9月中 好那我就一定會去update 因為我要知道他裡面有什麼東西 什麼時候呢又出來10點1呢 到10月初的時候 他馬上發現他有一些東西的功能不對 他把很多東西的driver都弄不見了 所以他又做了修正 ok 好接下來你就知道說現在呢 如果說你的容量夠 你想要這些功能 你才去做update 要不然你就停留在原位 就好了 就是不要update他的software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看機器裡面 變了什麼東西 他有一些App的變了位置了 你看那個白色是屬於 左手邊是還沒有update的 右手邊是update過的 你就會發現說關於本機這個 你看左手邊那台就叫我要update 對不對 對不對 右手邊已經update完 所以他沒有 他增加了什麼東西呢 沒有啊 Siri就被搬到外面去了 表示他這次很強調他的Siri 他把他搬到外面去了 然後接下來輔助功能那些都差不多 好 Siri呢 這邊被搬走 接下去看 儲存空間這邊也都沒有改 好這邊呢 這些模式在日期的地方 有一點點改變對不對 然後取用限制 取用限制什麼自動鎖定那些 他都已經沒了 解鎖那些他就把它搬到裡面去 他認為說這個功能是個人需要 所以他沒有把它擺在外面 好日期什麼 他有一個東西多出來叫做什麼 辭典 辭典 看到沒有 他這個東西是在跟那個誰file 在跟Googlefile 好這個都不是什麼 這就是說我們沒用到 但最大的用到是什麼東西 他在你的相本裡做了很大的更正 相本裡他多了兩個東西 以前的相本什麼自拍啊影片啊 最後他多了什麼東西 多了一個叫人物 出現的人最多 你看還是自己 大家是比較最愛自己這樣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地點 如果你的容量夠 你可以試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認為這一次的 升級裡面最大的優勢 像什麼樣呢 我們來看 我們兩個去吃飯 這個地方我一點都不記得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不知道你們記性好不好 我記性很不好 吃完飯就吃完了 下次要再去哪裡 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你每次照的都是什麼 菜 可是你現在照了菜之後 你就知道你的地點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GPS要打開 你要追蹤你的iPad 萬一被人家摸走了 你可以追蹤他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呢 他現在多了一個都是說 他可以做追蹤 相片 以前這些Data 在不在你的相片裡呢 都在 可是你看不到 他現在不但讓你看到 而且他 exactly告訴你的位置在哪裡 你在台灣的時候你可以用喔 很重要 然後他進去之後呢 他就告訴你說 欸這裡面呢 有誰在這張照片裡 看到沒有 你看右上方這兩個人 跟下面這兩個人是不是長得一樣 看到沒有 然後他下面就有個地圖有沒有看到 那個地圖呢 他上面還會告訴你你在哪裡 這是屬於他的Map 他的那個GPS的Map有沒有 他Map現在也改了 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看起來就像那個Google Map對不對 但他現在跟凱晨像什麼樣子呢 像你去買的那個小小的GPS 但是功能又比他更強大 OK 你可以選擇 但你的設定功能已經不在這個圖上面 而是到我們剛剛去看最下面那邊 setting的左手邊下面那邊 你去找到這個Map的App 然後到裡面去做設定 你可以把它設成公里啊 Miles啊 或者說你要用什麼走路的啊 你要開車啊 那些設定通在那邊了 這是他比較大的改變 然後呢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本來在傳那個圖片的功能也變了 他上面是屬於新的 下面是舊的 下面就很簡單的選擇對不對 但是呢如果說你要 要投影到電視的時候 他就在下面這個地方 OK我把它畫起來好了 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欸筆夠粗嗎 可以喔看得見嗎 可以 這個地方你點他 他會出現很多選項 現在選項就不要了 他整個選項就把你攤開來了 懂嗎 好如果你知道之後 你認為這個東西對你很重要 我認為你的iPad如果不能再update 不要勉強update 你就把它拿來當作電話或其他使用 OK我們外面就有一台在做別的使用對不對 做報道使用 你可以去買一台新的 因為現在不貴 好那你就說不行 那我容量不夠大 不行我放東西不夠多 如果你要去台灣的話記得去Costco 因為他現在我在用的那支插頭 台灣買只有美國的半價 記得嗎 我有個USB Drive有沒有 好那個東西可以把你的資料 移出來那個東西很重要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找一天 詳細的談談那個東西非常的迅速 好然後呢現在因為他又修改了他的app的關係 他之前沒有修改的時候 真的很不方便 他現在修改完之後 他就非常的方便 現在價錢只有一半 台灣賣只有一半 台灣賣只有一半 但美國還是一樣價錢 OK好到這裡呢 大家可不可以感覺到 其實TEN的最大改變呢 對我們最大的這個不同是在哪裡 是在 Siri還有什麼 地圖 好那我們來看看地圖到底有什麼差別 剛剛是不是多一個叫人物一個叫地圖 這個東西這個西餐廳我一直在找 我就找不到他 那天呢跟著我的朋友 我朋友開車對吧 因為我不開 他就開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啊 然後就啪咔嚓就給他照下來了 對不對 照完了我的GPS就告訴我說 他在哪裡 地址在這裡 我們今天就可以在那邊吃飯 你知道嗎 你昨天在找港式西餐 看到沒有 他地址就出來了 所以呢 像我這種老人痴呆症呢 我到哪裡去 照相就對我做很重要 對不對 我一照了之後 我回家就說 喔原來在這裡 到這裡有沒有感覺 方便了對不對 那是那個 我不知道這是哪裡 好 對我完全不知道這是哪裡 所以我就看他下面的地圖 他告訴你 他臨近是長什麼樣子 你們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好我這樣子 我還是看不出來這是哪裡 對我來講太難了 我還要再看清楚一點 他有一個叫3D立體秀你的圖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看過來 看到我上面一張圖是我拍的 下面那個門看到沒有 今天回去有誰準備要買iPad的 哈哈哈哈 好啦 沒有開玩笑開玩笑 我只是告訴你說 任何東西他的update 都有他的好處 但是並不是每一台機器可以用永久 知道嗎 這種東西是必然的 要不然他就導電了 你的機器也不用用了 是這個因素 那他現在的圖也做得非常好 你看 他這個立體圖跟那個Google的又不一樣 對不對 好 然後他還會告訴你說 你曾經在哪些地方照過相片 他會告訴你說 那臨近的照片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剛剛拍的照片 好 這個院子裡感染素是他講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到這裡 我現在就給你們看實際的 update過的這個機器 好 好這個背景是他幫我選的 我到10點1他幫我選的時候 我就big shock這樣子 但是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還是可以再把它換回來啊 對不對 但是呢從那天到現在我很忙 我都一直還沒有辦法換回來 好那我們先看看最重要 對我們來講一個就是地圖 對不對 地圖對我很重要 我到哪裡去我一定要用 但是他現在地圖跟以前不一樣 他的顯示方式跟我們手上的GPS 比較類似 好跟Google Map不太一樣 但你可以下載Google Map 你兩個圖都可以有嘛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 好 好那你就發現說我現在在哪裡 我在星巴克旁邊 等一下可以買星巴克嗎 哈哈哈哈 好你看我們就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你看他連幾度 現在幾度外面28度 看到沒有左下右下方 對那以前他下右下方是資料 他現在資料跑到上面去了 看到沒有 然後如果說我要去哪裡 比如說我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哪裡 我就說我要去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家餐廳好了 對不對 找一家餐廳他就告訴我 喔好我隨便找一家 close now close now 就找這個好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裡 好我就看喔 他會告訴你說 左手邊有沒有看到 最底下 左手邊最底下 他是會告訴你說 他現在有沒有開門啊 幾點幾分啊 8點30到9點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去吃 好因為他現在是open對不對 他還有電話給你啊 你可以直接撥 如果說你現在是用手機的話 或者你看你可以直接連手機 他就把你撥過去了 對不對 好那你也不要啊 你幹嘛要啊 他開門你就直接過去 好看direction 好 他就告訴你說 from my location 他會給你好幾個選擇 但從這裡他只有一個選擇 好那你就說我就go 你看到他的畫面沒有 他的畫面左下角他告訴你 你到達時間是3點55分 只要開5分鐘一個mile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不是跟你的GPS很像 好很像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都變了 你看連上面那個圖也是 那個導航的那個方向都弄得很清楚 這是他很大的改變 所以他對於圖的東西改變越多 對於他的軟體 他就會佔用的容量就會越高 OK但這也是我們平常用的多的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關掉 然後把他關掉 因為他在 還在給我搜尋當中 好那另外還有個什麼東西要看呢 好另外看的就是我們的照片對不對 照片裡我們剛剛講一個是people 是變多了對不對 我看看最近我點誰點最多 哎呦 為什麼我媽這麼多呢 我最多為什麼自戀 自己拿起來就selfie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我媽媽在 哎呦 他為什麼第二個呢 奇怪 因為他這兩天都在家 所以我拍的時候 不小心就會拍到他 然後下面是我兒子 旁邊是我媽媽 那我媽媽是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講 那個face time OK 所以他就告訴你這樣 你看他擷取的這個時間還不一樣 所以照片你看 同一個人他看起來不同的照片 有沒有很好玩 他只是告訴你這個 另外呢他就告訴你什麼叫place place他就告訴說 你的照片都在哪一些地圖上出現 哦 美國東邊美國西邊都有 看到沒有 東邊的時候 蛤 對你遼落執掌很恐怖 他掌握你所有的可怕 所以你要掌握他呀 你怎麼可以讓他遼落執掌 你要掌握他嘛對不對 這個才是重點嘛 你不能讓他控制你 你要控制他 是不是 確實蠻可怕的 耶 不知道更可怕啊對不對 好那你就看到map是這樣 什麼叫grid grid 來點一下 他就告訴你說 欸這些照片 你上面是不是有告訴你說 你在claremont拍 claremont拍 你在urban拍的對不對 對 你在哪裡拍的你看 這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 你看 在東岸喔 在東岸你看 對 看自己去哪裡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哪天我老了 我想不起來說 這東西對我來講 他哪是控制我啊 他在幫我remind對不對 你看 唉唷我的天啊 我還跑過美國東岸 你看真是的 什麼時候跑的呢 你還可以看一看你什麼時候去的這樣 好很好玩 你會覺得很有趣其實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周還沒有去 然後這個照片呢 因為我昨天還前天才剛清過 所以裡面沒有幾張 要不然就素以幾千張記這樣子 對不對 懂了嗎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其實蠻有趣的 然後你再縮小縮小 你還可以有國家你看 看到沒有 台灣的 然後我就說欸台灣的 台灣我去了哪裡呢 好我要給你們看另外一個東西 在台灣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 那個Steve要去台灣了 我們稍微給他講一下好了 台灣呢你到處去買東西 有時候電關門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 台灣哪有什麼電關門 7-11是24小時 7天都在開的對不對 好 但是呢他現在有一個東西 你可以在捷運站就可以買東西 如果說你沒有時間 他有個機器 有點像我們這邊的Amazon 你可以在百貨公司的時候提領你的貨物 但是呢台灣就不會只讓你提領貨物啊 他除了讓你提領貨物 你還可以當場買東西 很好玩 他這個機器很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機器叫快取寶 然後還有一個螢幕 螢幕在這邊 他就讓你說欸你要怎麼樣買啊 你是要現在領貨啊 明天領貨啊 哪天領貨啊 你要先下order 還是你現在看到窗口有什麼 就要把它買回來啊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賣什麼東西啊 有紀念品啊 有吃的啊 有用的啊 牙刷牙膏衛生紙 什麼都有 還有泡麵 OK 什麼都有 你看旁邊還有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它有冷凍箱 太方便了吧 餓不死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現說 只要你有個地方有微波爐啊 或是有個小鍋子 你就可以煮熱騰騰的東西 因為他賣你冷凍食品 最近我在做冷凍食品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家有一個人就會餓死 誰 登登 我們的社長 所以我就在做那種冷凍食品 對不對 像牛肉麵啊 榨菜肉絲麵啊 準備兩個禮拜啊 什麼兩個禮拜 那我回來我就餓死了 所以 我一出去大概準備 兩個 出去兩個禮拜 大概準備一個多月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在吃嗎 對還在吃 饅頭還沒吃完 所以 下次我可能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饅頭怎麼做啊 因為我最近學會了一個饅頭是 有做出來有點像機器饅頭 很容易做 很好玩 你要買機器嗎 不用 用電鍋蒸的 好好玩喔 我玩得很高興 那天揉了兩袋的麵粉 揉到手都快斷掉這樣 所以 你現在看這個機器喔 它上面就告訴你說 它有賣什麼 你看還有蝦子 你看這麼大的那個龍蝦 你看連龍蝦都賣 或者嘛 你看 下面就是冷凍� 賣冷凍的 這是常溫的 每個捷運站都有 蛤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是哪個捷運站 因為我拍到照片 我看到了 所以我照了它之後 它就告訴我說 我這張照片的地點在哪裡 在哪裡 好幾個 我看到好幾個都有 士林站好像也有 放心 好在這裡你看 在哪裡 大安 大安那個 大安 OK 新生南路 新生南路 如果你把你的iPad換成中文 它就變成中文 中校東路 中校東路 中校新生站 中校新生站 好聰明 出來就是公研處 中校新生站 很好玩喔 是不是 你會發現說 結果你本來覺得說我給他GPS 是我暴露在危險中 但是你會發現 事實上它也幫了你不少 對不對 懂嗎 好這是互相的 但是你既然要拿這個東西 你就要保護好這個機器 保護好機器有沒有記得 我上次怎麼講 萬一它不見了 你怎麼找它 好 看你的iPad跟iPhone 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Find iPhone 它不是只有找iPhone 它還可以找你的iPad 所以你唯一不能忘記的東西是什麼 你的iCloud的ID Apple ID 絕對不能忘記 懂不懂 你只要知道你的Apple ID是什麼 它丟了 位置不見了 你馬上可以從 電腦或任何一個地方叫 iCloud.com 去找你的位置 我上個禮拜五在我們教會垃圾棚 把這個找回來 誰這麼成人 怎麼進去 可是它那個位置 那個圖畫的好清楚 就是在哪一個牆的哪一邊 你還可以讓它叫給你聽 你靠近它的時候 你讓它尖叫 對 所以你要control你的機器 不要讓它control你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很棒對不對 好玩 那記得把吃了吃一吃 檸檬可以拿去做檸檬鹽 比例是多少 五比 剛剛誰一比五 不要送來我家 有任何問題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去 會講有沒有什麼話還沒講呢 背景講 今天很想抽獎 對對對 這老人痴呆症開始 糟糟 你們這禮物在哪裡 大家要幫我把這些東西消掉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新年的時候 新年時候的禮物 那這個是日本的牙籤holder 然後我們現在有個網站 特別好玩 是我最近發現的網站 除了 我最近在看什麼 明月傳 對 明月傳 你看 我一轉頭我就忘記 我在看什麼東西了 唉 好 我們要來抽獎 它有一個網站 特別好玩 叫做什麼 叫隨機產生器 我們今天號碼 從1號到40號 那 是不是還有算號碼沒有人啊 你看 我就要在這邊按個1 你那邊有沒有 紅的你看 這些號碼等一下抽中 就不可以要了 你看我就在這邊寫個1 然後我們總共有40個號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用一張一張抽 但是你們會覺得說這樣不夠過癮對不對 幸運要抽在自己的手裡 所以你們剛進來的時候 那張單子是你們自己抽的對吧 對 那就是 好 好 那我現在總共呢 我們有1 2 3 4 6 7 8 9 9個 2 4 6 8 9 9個 所以我就寫 我們還有很多禮物在家裡好不好 下禮拜 下次 我買它再拿來 9個看到沒有 然後就說 隨機產生 好 現在你手上是這些號碼的 有 好 來 恭喜恭喜 來過來領喔 社長你可不可以給他們 4號 來 4號 4號 來 那邊你負責 4號 恭喜恭喜 這樣是不是好玩一點 好 來 穿一下 還有誰 來 不好意思 謝謝 是不是很好玩 你也得 哇 廟黃老師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大家 好快啊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啊你有啊 謝謝 不要不要 你們自己留著 不要不要 這上面都有寫日期啊 所以你們可以當紀念品沒有關係 是 沒有嗎 最多是都要2點到4點 不一定耶 因為我們借著場地 不是看到你們改一下 要看時間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可以隨時E-mail給我們 我們可以把大家的意見什麼 也分享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一個月頂多一次活動這樣 好玩嗎 好玩 老師我這個 那個檸檬嘛 我有試過擺 不是擺鹽 我現在來抽一個的喔 對不起 它擺Honey 很好吃 可以啊也可以擺Honey 可以 它是不一樣的 因為甜的跟酸的一定有 30號是誰 啊還是沒有 30號是誰 30號走掉了 沒有啊 好再一次 35號有人嗎 有有有 我 我已經得過一次 你得過了 得過不行 已經換掉又不行 再來 2號是誰 沒走了 沒走了 數到3沒有齁 再來 36號是誰 謝謝 恭喜恭喜 好大家回家好好的玩一玩 忘記的齁 我們會把獎益貼在我們的網站上 卡著加字鈴了 你是 下次鈴 下次鈴 對下次 要登記一下喔 對要登記了 然後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的話 記得把資料留給我們 這個名字 喔價值這個 OKOK 我現在 你們要看了我現在叫給你們看喔 然後我們現在看他多少錢 好 我就E-mail給你們嘛 喔 等一下 我們買那個 好 先我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Memory 4 那個 我現在看一下他的價錢變了沒有 那個東西我們在台灣買 買多大的就 我買16 你問我啊 你看啊我是買這個16 原來在上面那個 然後我們現在看他多少錢 好 趕趕趕趕 現在是2020 我要不要 不要 妳要姿子啊 妳要姿子啊 摸起來就可以 這個可以插插字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本來就FREE食品啊 本來就FREE食品 太細了 我等一下就發給大家 OK 我放到哪裡 對今天的信 大家都收到這個 會會活 但是 但是活了 他也 他不會寫果 在COMPRO 結果寫得出來 其實也可以 插字嘛 你剛好講的也有意思 插字啊 插字 但是插字不能太久 因為我們就沾一面子 那個 要稍微 稍微硬一點 你要換試試看 你知道吧 你知道是兩頭的那個對不對 兩頭的那個USB是不是 當然 不然你要去買什麼 橄欖汁啊 橄欖汁在這裡 橄欖汁在這裡 不是橄欖汁 那葉子 不知道傳到哪裡去 大家帶回一張紀念品了 不見了是不是 不知道耶 沒看到 我看有沒有在這裡 不在這裡 沒有了沒有了 大概被帶回一張紀念品了 妳看前面有沒有 對 那個 老師 我給你看 是 拿去吧 沒關係 對 我就是要給你看 等一下等我一下 手忙腳亂 這個 你要去買這種兩頭 你不要買到那個 Android的 你要買這種 那個Lightning的 跟這種 有一種是Android的 不要買那一種 買這種 知道齁 你不要管這種牌子 你只要記得 你問他說 你是要給蘋果跟電腦之間用的 嗯 有兩種 但他價錢是美國的一半 64 他只賣50塊美金 這我當初買是100塊 對 好 這個是64 我要一個 對 我也想買 64 一個 自己用一個就夠了 對 對 好拿過去 很可憐 老師幫忙 照一下 這樣 可以現在用E-mail給你自己 啊 老師 可不可以放在自己 我們照一下 照什麼 照 孩子不一樣 孩子不一樣 好 老師 你可不可以留一個E-mail給我 告訴我 不是 因為名字我會認不得 你在你的名字旁邊寫 等一下我給你單子 單子呢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你跟他講 你寫名字 你留給 欸 人咧 好 好 有什麼問題 E-mail給我 剛才我被我忘了關 你在用這個